今天上午肖战在宣拉夫劳伦相分代言,微博上还发了微博,没有想到,接着就有网友晒了北京环球影城偶遇肖战的图片和视频。 随后,登上娱乐热搜,引起网友热议,北京环球影城邀请过许多艺人游玩体验,并登上热搜助力宣发了,估计肖战也是如此,不然,肖战估计不会再被发现了之后,还待在里面玩那么久。 肖战出门全身都是广告位,身上穿戴着Gucci,Tot,李宁,甚至身边跟着的工作人员身上也都是一身代言,连鞋都是Gucci的新款,其中一位穿着是李宁繁武外套和中国李宁卫衣,双肩包,这里其实有一句话,粉丝不要太担心爱豆过得不好,实际上,就算是普通艺人,他也会过得比很多普通人光鲜亮丽。 有网友偶遇肖战,然后小小声叫他名字他朝你微笑,这是什么剧情啊?是不是经过肖战,都有春风拂面的感觉啊?一个视频里,路人一,谁啊?谁啊?凑热闹的,肖战啊?快点,XXX谁啊?这种尴尬对话,说明肖战在年轻人里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。 说起来,肖战也是有雅兴的,19年爆红,不影响他迪士尼看电影看话剧和工作人员大摇大摆的逛街,现在大明星了,也没拦着他,去公园放风筝,去环球影城玩。 大明星光环带来的有限的环境里,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一些自由人的快乐,这大概也是粉丝喜欢他的一种烟火气。 另外,有网友发现,肖战19年逛迪士尼时戴的同伴,今天也戴了,再加上同样放松的表情,让许多粉丝觉得,时光似乎未变迁。 另外,有网友发现,肖战看上去穿得很休闲,但其实项链,戒指一个不辣,还是非常精致的。 肖战逛游乐场一些动作也是非常随意的,戴的帽子还是粉丝熟悉的那个帽子,手上戴着未婚戒指,被拍到了, 也会和网友互动,可可爱爱,粉丝,又是羡慕网友的一天,工作室快交出Valk吧。